今天公诉检察官以大法官誓字第392号为依据 认为陈水扁犯了5年以上重罪 并且有串政之余申请严压陈水扁 但陈水扁委任律师郑文龙反问 你是指陈水扁要与谁串共 此时特尊组检察官岳芳如立即表示 陈水扁因为担任两届总统 会利用影响人生计的资料 使证人提供不实证术 而一审庭中 陈水扁和委任律师郑文龙 郑胜柱主打杯琴牌和蓝绿牌 陈水扁极力替自己辩驳 还提到国务费的部分 马英九和李登辉不会比自己还清白 而律师郑文龙也打出杯琴牌说 原本自己也怀疑扁是贪污犯 现在看到清白的陈水扁坐在庭内很难过 最后陈水扁和律师的蓝绿牌和杯琴牌奏效 法官经过一个小时的评议后裁定 检察官因为没有提出陈水扁有逃亡的可能 再加上特征组没有提供具体证人的人名 裁定烟压失败 律师成功把陈水扁带回家 让原本信心满满的特征组吃了败账 开始担心陈水扁获释后 会向先前陈水扁影响马永成 林德逊 陈正慧 以及一些企业界人士的证词一样 未来杜立平 陈正慧等人都不敢再多说 增加办案难度 现在特征组只能加紧侦办速度 将洗钱案为厘清的真相查个水落使出